Hello,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孩子们今年陆续的完成了AP考试和哲学期的Final 慢慢的也进入到了暑假状态 在最近的咨询中我们发现 还是有不少学生没有为这个暑假安排好活动 虽然暑假的时间很长 但是对于有拖延症的孩子来说 可能一眨眼就把假期休息过去了 这个夏天安排做些什么事 成了申请人和家长最头疼的事情 那许多家长也担心 今年如果没有安排下校 那么会在大学申请中成为劣势吗 那今天的讲座就由Enlighting的Senior Consultant Richard老师 拥有十年大学和转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LA认证的规划顾问 被我们带来申请美国名校 必须要有下校吗 欢迎Richard老师 大家晚上好 Ali老师晚上好 Rachel老师好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Richard老师 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 谢谢Ali老师的介绍 大家晚上好 我是Enlighting的Rachel 那欢迎大家今天啊 百忙之中抽空 能来参加我们的今天 关于申请美国名校啊 是否必须要有下校的 这一个主题的讲座 那么现在刚刚Ali老师也提到了哈 现在啊已经是陆陆续续 孩子们都已经进入了暑假 那可能现在还有很多学生和家长 他们没有规划好这个暑假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也有可能就没来得及安排下校 那么关于下校和大学申请的关系 以及这个暑假 最后一刻还能做一些 什么样子的活动 什么样子的规划 我相信今天从我们的讲座里面 大家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座的 主要几块内容 首先我会带大家一块看一下 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第二部分是 美国下校的一个分类和不同类别的下校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 对于申请美国大学来说 这些不同的下校 它分别有什么样子的作用 以及第三部分 到了大家比较关心的 我们所谓临时抱佛脚 就是最后一刻 这个暑假安排 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选择 有什么样子的策略 最后我们也会留出时间来回答 家长的各种疑问 好我们马上开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名校录取的标准是什么 好我们每一次讲到名校录取的标准 我们都会把这个NACAC 全美升学指导学会的这一个图拿出来 给大家再反复的强调一下 美国大学呢 它的申请审核是一个 Holistic Review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考虑整体的过程 相信这一点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在这个Holistic Review里面 究竟是去考量学生的哪一些方面 在这一张表格上面 大学申请中的各种要素中 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那么排在前面的三位 不管是你所有的成绩也好 这个这个课程的难度 你为College Prep准备的这些课程的成绩 这三个就我们所说的学校的课程和GPA 是排在最前面的 那么接下来SAT和ACT的成绩 虽然最近这几年部分的大学 已经都Test Optional了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学生在提交这个标准化的成绩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 第三个部分是Positive Character Attributes 就是学生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他自己散发出来这种魅力和能量 是学校非常关注的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七七八八 比方说是你的essay啊 你的这个推荐信啊 你在毕业年级里面的ranking 你的课外活动 包括还有很多 比方说有学生他是有作品级的 这个这个学校还会考虑他的一些interview 这个面试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包含在里面 那么我们所说的下校他会出现在哪些这个要素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啊有学分的下校 那你获得的这些学分 你下校里面拿到这个成绩单 在最后申请大学的时候是要一并提交的 所以在这个前三个也就是说啊 你在高中阶段所有的这个课程里面啊 下校是可以出现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往下看 比如说这个essay啊 essay也包括你的个人的personal statement 也包括你的学校的yessay yschool essay啊 里面里都会出现你在这个夏天的一些啊 经历也好 你学习到的课程也好 你对于这个啊 学校的了解也好 会出现在这一部分 好 呃再往下 呃这个counselor和老师的推荐信啊 或许也会提到你的这个下校的经历 当然了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ea啊 就是课外活动里面 也会把下校啊 作为一项这个暑期的活动填写在里面 再往下的话 像在面试里面啊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呃这一段经历 所以总体来说下校会出现在呃这么多的方面里面 呃那当然了就是不同的大学 他对于呃申请人的这些要求 他参考的这些要素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张slide上面 我找了两所不同的学校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他们的不同呃标准有何不同 那么第一所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是关于学术的表现 那么下面的这一块呢 是关于所有的非学术类的呃学生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在学术上面呃不管是这个私立的connell还是公立的ucla 他对于他对于学术的要求都是把他看得非常重啊 都列在very important这一个column下面这一列下面 那么当然了他也会有一些呃细微的差别啊 就比如说这个第二个class rank 就是学生他所在的毕业年级中 目前的一个ranking是什么样子的 他排在呃前百分之多少啊 这个东西在呃私立的connell这个学校里面 他把它列成了important 他就会去考量这个也是比较看重的 但相反呢在ucla这个公立学校里面 他就不去考量学生的你到底是排了前百分之多少啊 他不做这个考虑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 在nonacademic就是非学术类的这个表现里面 呃这两所学校的差别就是呃非常大的 呃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私立大学 当然呃你申请完connell之后 他可能会给你发送面试的邀请 进行一个校友的面试 这类的东西在ucla在公立大学里面就非常不常见啊 基本上是没有人呃去做这个面试的这个事情的 那么呃同样的我们可以呃看到在very important下面connell 他把什么列在下面呢 课外活动啊你的一些talent你的ability你的这些天赋 还有你的这个personality他非常的重视 跟学术成绩一样把它列在very important下面 但是我们反观边上的这一个ucla他当然他也觉得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质 因为他没有你的学术成绩来的那么重要 他就把它放在了第二列里面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那么呃像公立大学ucla他呃不在意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他把它放到了not considered就是不会去考虑的那比如说这些校友的关系啊 啊这个学生的宗教信仰啊等等这是他不会去考量的一些因素啊 所以在这两张图上面啊一个公立一个私立 我们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其实申请私立大学你更需要突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不同的点啊通过课外活动通过你的talent 你的personality你的这个qualities去打造自己的差异化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在申请像ucla这样子的公立大学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成绩就放在第一位的 好我们再来看呃一个学校哈呃我们是就是参考了大量的学校的呃申请考量的因素要素 他的这个重要程度然后呢发现这一所学校啊非常的与众不同 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他把所有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前面这些所有的要素他都只把它放在了呃第三重要的程度啊 所有的都是consider啊那有几个他说是not consider就也也不看啊 那这所学校是是谁呢这个是哈佛大学啊啊我们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哈佛大学的招生标准 他确实是跟其他的呃大学有所不同 那么其实啊虽然说呃他把这些要素都列为了consider啊 我考虑但是我不告诉你他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子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呃模式下其实他才是最难捉摸的一种标准 因为你不知道我应该到底是凸显哪一个更好哦 呃就是凸显我的成绩凸显我的personality还是他更看重我的什么东西呢 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学生就要呃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呃这个呃诸童理论 你每一项每一个要素你都要做到自己的最好的这个程度啊 呃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哈佛大学 他对于自己的录取者曾经有过一个课外活动的统计 呃这个红色蓝色绿色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类别 啊我们看看他的这些学生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啊首先这个最长的这个这个墨绿色的啊长条 他是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活动community service 所以87%的哈佛学子啊他们都会去做这个社区服务和志愿者 当然这个也不稀奇因为现在我们的每一位同学多多少少都会去进行一些志愿者的服务去参与这个社区的服务等等 那么其他我们再来看看一半的学生他们都参与了音乐类的或者体育类的呃社团啊 非常有talent有才艺的这些这些孩子啊 啊那么还有剩下来的比方说是一些文化类的啊新闻类的表演类的语言类的社会类的这一些活动经历 在哈佛学子的这个高中生涯里面也是非常常见 所以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啊哈佛的这些呃学生啊当然了学术上面当然是没得挑的 那在课外的呃活动里面或者说他们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些特质里面啊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种心怀天下的状态 他们对于自己周围的社区的这个融入对于呃社会的关心呃 程度是比较高的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呃这些名校包括像哈佛在内的 他们都愿意去培养一些呃未来的各个领域的呃领导人呃 这些leaders future leaders 呃所以这是这些名校的对于申请人的一大期待 OK当然我们呃刚刚也讲到了嘛 两所不同的学校他们的这个这个考量的要素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同level的学校他们对于申请人的这个期待啊 有很大的呃不同 那我们这里呢就把它简单的分成呃 我们常见的学生的一些目标啊 前五十的前三十的啊 包括前十的啊 前十这边我们也啊把腾销放进去 这个level的学校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呃差别 那么在前三十到前五十这一个呃段位的学校 这个段的学校大部分都是以大型的公立学校为主 呃他的申请量其实比前三十的大学 因为前三十大学以私立的为主啊 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段位里面的学校 他们的申请的接受到的量更多更大啊 他们在筛选的时候侧重也会有所不同啊 所以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哈 呃如果你要申请top五十的啊 前五十的大学 我们一般来说最基本的一个建议的要求 就是你的gpa在学校里面的gpa 要达到三点五比上啊 呃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是放在提高的自己的成绩 保持学校的在校成绩上面啊 这一点大家可以从刚刚我们提到的ucla的这个 申请要素重要程度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更重视的就是学生的在校成绩 ok好 那么在保持住了你的gpa之外 你可以在课外继续探索自己的学术兴趣 啊 其他的兴趣爱好 比如说音乐美术体育啊 等等啊 那么暑假里面你也可以参加一些跟自己的学术兴趣相关的下校啊 或者是其他的呃活动 当然club呃或者是volunteer这一类的活动 你在夏天也可以持续去进行 那么如果是你想要申请前30的大学 好那这里你的gpa啊的要求就更高了 尽量要能够把让自己保持在你的毕业年级所有这些学生的前10% 这个也不是咱们自己说说的啊 呃从这些大学前30的大学他们公布的incoming class profile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将近我我觉得几乎是百分之啊95以以上的这个比例的他们录取的学生的成绩都是能够保持在学校的top10就是前10%啊 这是他们自己统计的一个数据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参考的意义的啊 那么在课外活动方面啊 尽量能够在高中里面有一到两个主要的这些club的呃 leadership 就是单单任一定的呃领导的这个角色啊 当然他们前30大学当然关注你在学术上面的表现 比如说暑假里面或者是你在学期中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大学成都的这个课程的课堂 呃当然呃summer school是一种选择 呃这个社区大学的课程也是一种选择啊 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参加某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的这种关系啊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灵活性还是非常大的 好其他的也是一样club和volunteer 好我们讲到了这个前十包括滕校呃这些这些level的这个大学 那么你的gpa啊这边用呃其他颜色字标示出来了哈 你至少要保持在高中的top ten 那跟前面的前30的大学 又有一些不一样了哈是吧你的这个gpa的要求是更高了 以各大为例子吧他在二零二五起呃class of tw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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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他录取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在这个top ten以上的啊 啊那么其他的啊在高中你至少要有一到两个啊 呃major club的这个leadership 这个大家从刚刚哈佛的那一张要素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啊 啊他在寻找的这些学生他一定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他周围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一定的贡献啊 这当然也是一种leadership的体现 那么嗯 测爱活动的方面其他我还提到了一个学术的研究啊 啊这个比这个学术挑战又更近了一步啊 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学术领域里面啊 你能不能去进行一些课题的研究去进行一种比单纯上课来讲更深入的 对于这一块知识的探索啊下面一个是recognition嗯申请top ten的这些学生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参加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比赛啊 啊并且尝试在这些比赛里面拿到优秀的啊名次啊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是区分大家这个学术水平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比较直观的办法啊 因为大家比方说你都喜欢物理啊你都喜欢数学那么有的同学他参加了AMC拿到了很好的成绩 有的学生呢他参加了奥林匹克拿到了更好的成绩 这个竞赛这个这个recognition上面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区分呢 你参加了奥林匹克的竞赛拿到了名次 那么说明你在数学的知识掌握上面这个宽度和深度上面可能要比AMC的同学要更广更深 呃11年级当然如果你是申请Top10的学生我们也非常鼓励啊 你从寒假开始就可以去申请一些比较啊selective的下校啊或者是去做一些summer research 那么呃前面我们看到前50和前30我们建议你去做club去做volunteer啊 这边我们前10的时候我们放了一个叫impact就你不仅要去做这些事情你还要做出一些影响力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这些呢就是关于大学对于申请人他的不同的这个期待是什么样子的啊 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下校的部分美国下校的分类和价值 大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分成两类一种呢是课程类的还有一种呢是呃研究类的那我们先来说课程类的 课程类他其实细分又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可进行选择啊我这边放出来的大家也可能有看到过哈这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一个summer program的啊截图啊 那么我们在屏幕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有三种不同的项目可以进行选择啊课程类的下校呢他也有分成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给高中生定制的啊我参与的啊我参与的下校呢是可以分成两种啊 所以我们参与的所有的学生都是高中生啊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都可以来参与那么在这些项目里面他是有不同的课题和主题的啊可能有的是跟心理学相关的某一个话题有的是跟其他的stem类相关的话题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那么在这边前两类啊前两前两个这个图片都属于这个类型 一个是啊你要去纽约直接啊in person去参与的那么第二种也是疫情之后催生出来的就是很多啊online的program啊immersion啊那么后面还有一种啊这种是什么课程呢这种课程呢就是你跟这个各大的学生本科学生一块去他们的课堂里面上课你拿的课程完全不是给高中生定制的哈完全是跟大学里面一模一样的可以拿到学分的 这种课程啊我这边program可以直接给大家这图片方方大看哈他各大就有很多不一样的除了我刚刚截图的这几种外啊其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program大家可以去在讲座之后可以去explore一下然后点进一个这个summer immersionNew York City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讲到的这些不同的课程 还有分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啊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你想要学习多深入啊喜欢的这个课程他的这个啊schedule是什么样子的来进行选择像他有很多啊建筑啊艺术啊艺术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课程这个biology啊商业啊等等 你你几乎呃学生喜欢的这种大类的方向都是可以在这种大的summer program里面去找到的啊这个是课程类的是大学大学这一方来举办的这个课程类的啊summer program那么其实这个summer program也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呃项目啊 因为他呃虽然说时间不是很长短短的一周到四周或更长的六周都有但是他的这个费用其实是呃比较高昂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美国大学之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机构和组织他们也有高中生的这种课程类的summer program我这边举了个例子哈这个就是啊纽约时报那纽约时报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一家媒体 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啊去看他们的这个新闻啊听他们的podcast啊等等当然他也给高中生开设了很多不一样的比赛啊啊program啊啊大家比较熟悉的纽约时报他有个社论比赛啊每一年都会向高中生去征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啊是一个非常嗯有意思的这个课外的 竞赛和活动那么他同时也给高中生设计了一套下校的这个项目可以看到哈这边有你可以选择去纽约的也可以选择去DC的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啊gap year的program那么他的这个program其实呃还是比较带有他自己的属性和特色的啊这个precology里面啊大多数的课程呢跟他的媒体属性是比较相关的比如说 我这个summer academy啊就选一个纽约州的还有很多的课程啊都是等新闻啊跟啊你去写reporting啊啊跟你的这个podcasting啊等等video making这些东西都有关啊是非常具有他自己的媒体特色的当然这个program大家待会也可以也自己去读看看哈因为他现在还是有一些课程还正在 招生中啊不止这四个下面viewmore的话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也也挺有意思的啊如果这个项目可以推荐给啊不仅仅是你对于媒体新媒体呃传播这些专业有兴趣的学生你只要对社科有兴趣我都我觉得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喜欢的课程作为last minute的一个活动的选项 可以待会再好好地探索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slide都是关于课程类的下校的选择我们看一下啊另外的一个分类就是研究类的下校它是什么样子我这边举了两个例子哈 这两个都是mit推荐的他们自己的下校program一个呢叫rsi这个也是还有一个叫ssp这两个项目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啊比较知名的这些啊summer program了那么像这个rsi他他只招收80个学生啊曾经他还在国内的清华大学举办过亚洲营啊 当时就反正身体也非常的激烈哈哈教授的学生确实非常少包括这个ssp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一些研究类的下校他呃经常是以动手类这种lab或者是research跟stem相关的主题呃为主做研究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mit他的官网上面还推荐了非常多我们所谓高含金量的这种下校的 活动比方说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边好呃这个rsi和ssp哈还有很多其他的给少数族裔的呀给女孩子的呀还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那么很多这些summer program其实他都是免费的当然免费的他的竞争可能就呃更激烈一些下面还有很多我的学生也曾经参与过的这些program哈这个summer program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学生去了之后也反映 就是说呃收获的东西是很多刚刚讲到了呃研究类的呃基本是以stem类为主的动手类的lab的这些为主当然你如果是一个文科的孩子或者说社科的孩子你当然也可以做一个课题和研究对吧呃像这个pioneer exames我觉得大家肯定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这个也是运营了很久的呃一个在线的program他的模式是完全在线的然后呢 师生比也是比较高的啊一个老师他可能带的几个学生那么每两三个学生可能为一个组他们在这个小组里面研究自己的这个topic研究自己的这个research topic话题啊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这个program啊当然他也有很很多成果呃每一个学生他在这个program之后都会有一篇research paper就是如果你的质量比较好的话他或许会呃 收录到他当年的所有的学生的优质的这个research paper里面当然这个活动的话因为他不是大学方主办哈他就是叫pioneer academics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收费的而且费用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summer program的这个收费都是比较高的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参与这些program我觉得家长还是需要好好去衡量一下包括他的投入产出比如何啊 性价比如何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呃最近几年哈summer program的申请是越来越难的我们看这一张图表那么上面有一根蓝色的线这个蓝色的线他代表的是高中生他申请下校的呃人数比例同呃这个当然时间比较久远这里是1985年呃一直到后面的这个2021年那我们可以看后半段他其实上升的也是非常快的呃从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啊从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吧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十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的比例在不停的上升啊那当然这个因为只是一个比例哈他其实实际上我们学生的数量也是每年在增加的那么整体上面我的意思是整体的高中生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乘以这个比例的话其实人数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啊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呃这个这些因素影响 其实很多高中生他们会申请多个summer program来确保自己能够在最后有足够的呃选择的余地这也是造成了为什么申请量激增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其实竞争的激烈程度就是没有办法就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几年啊几年前我们的学生申请cosmos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录取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啊完全两个世界了哈 那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呃pioneer对吧他这个呃其实创办的时间也就是十年左右吧那么录取率从两年前百分之四十啊跌到了百分之二十八左右所以大家可见呃高中生对于summer program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好那么这些下校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分别有什么样子的呃价值好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维度去 呃去对比去考量一下第一个我这边放的是含金量呃其实呃我我们自己不太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用含金量这三个字来概括一个下校他带来的这些价值的东西哈我们所谓的含金量无非就是说这个下校申请的难度大不大啊这下校是不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好我们普遍认为申请的难度大的下校或者说 稀缺性啊一个下校可能也就招几十个人的这种下校我认为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当然呃申请难度在最后哈申请大学的时候申请难度越大的这些大学他们当然希望啊自己的申请人是能够去的前一个暑假去挑战那些更高难度的下校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挑战 有这个勇气去挑战OK啊这是一个大学比较看重的东西吧那么接下来啊下校也有学分的啊有科研成果的或者是有的就是没有学分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但是有学分的下校我在前面也提到过了啊像这样子的下校你在啊申请大学的时候是需要把你的成绩单和你的成绩向大学汇报的啊 如果你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那当然是给你的申请是可以加分的对吧你挑战了一个大学难度的课程一个大学生一块再上啊你还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当然就是说明你在学术上面的这个准备的比较充分是吧那么科研成果更不用说了我们经常指导学生如何把他的科研成果融入到他的这个申请里面去去向大学展现出你的这个学术的潜能啊 那有的家长说好了我这个学呃下校上了之后呢没有学分的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价值的当然不是这样子那没有学分的这些下校你同时也获得了在这个这个细分的课题下面的一个体验我结合到第三点来说因为下校的时间长度是有不一样的从一周到六周甚至有的到八周 他们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我其实还是会让年纪比较低的学生去申请一些一周两周的这个下校去让他们体验到哎这一个专业下面他们在讨论一些什么样子的话题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专业等等啊尤其是在年纪低的时候这样子的探索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他们没有学分但是至少他们让这些高中生 他们知道了未来他们想要学习的专业是什么样的啊或者从这个暑假里面他们就做了选择题啊是吧就是觉得啊这个我不喜欢那就排除了一个呃方向OK那么当然时间越长的这一些下校他呃你在里面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沉浸质的体验呃比方说六周的下校那六周你都沉浸在这个 比如说数学或者物理的这个话题里面啊你得到的在这一个领域的探索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呃第四点就是师资和推荐啊那么呃师资其实是一个话题因为呃尤其是那些竞争呃稀缺性的下校他本身招收的学生就不多那么他跟呃他的师资比更大他跟教授或者老师的这些互动更多 啊有可能在下校结束的时候就会获得老师的这个推荐信啊那这个东西还是我觉得呃其实是获得他们的叫推荐信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能够获得的话我觉得是对申请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下面来讲呃下校与大学申请的关系啊呃这个是很多家长他们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直接来看最后一条先啊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大学的下校他 对于我申请同一所大学的这个本科项目是有关系的啊那非常抱歉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呃你申请了这一所大学的下校并不会让招生官觉得嗯我要把你录取啊这个中间是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但是间接的你申请了这个学校的下校或者是其他学校下校对于你的大学申请是一个很有帮助的 呃事情首先我们来看前面的第一点啊这个是下校申请其实就是一项一个呃小小型的更小规模的这个大学申请啊我们叫他是一个大学申请的预言啊因为你在这一个呃申请的时候你可以发看发现跟自己有同样性去爱好的这些学生他们的一个实力啊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啊 那么第二点他同时也丰富了你自己的学学术上面的生活啊不管是有学分的还是没有学分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呃很好的在你感兴趣的话题上面的一个体验第三点了解这一所大学学校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学生 尤其是现在校园都已经开放了啊有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的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还是去参加一些in person的这些program啊因为你不仅是大学里面的课堂里面去体验他们的大学程度的课程那同时你也对这一个大学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啊像我们很多学生去参加了summer program之后他觉得哎这所大学我非常喜欢啊然后在大学本科申请的时候就可能就把它放到比较top的这个priority上面就觉得这所学校我很喜欢我想要去啊然后呢嗯当然同时获得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暑假那么我这边指的有意义的是不仅在学习上面在学术上面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你同时认识了一个嗯一帮非常啊跟你有兴趣爱好相同的非常有共同话题的朋友啊你跟他们之间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connection那这一批学生他可能是会在今后的大学的申请这段期间给你互相激励的伙伴啊嗯我们有学生就是曾经去参加conel或者是参加mit的这些项目那当然啊参加这一些 项目的呃他的同学们也都十分的优秀啊那在最后大家可能也都是哎纷纷冲刺前三十啊前十的这些大学互相鼓励给到彼此互相不同的这些信息也非常有用啊那么除了这个connection之外 当然这个暑假不管你是参加什么样子的下校啊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那这些经历最后可以呃运用到你的文书或者是你的面试里面作为非常棒的一个素材啊 这个是下校和大学的申请的关系他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间接一定是有帮助的啊这个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就临时暴风脚的话暑假安排还有啊哪些策略首先我们明白一点哈呃暑期的安排就不等于是下校有很多家长啊他一提到暑假哎就条件反射 暑假来了我们要去参加下校了我们要去我们去这个夏夏天的这个课程summer school啊但是在申请的这个规划里面下校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做它的作用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了啊除了下校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啊不管是学术性的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呃也好也还有很多的课外活动啊你是可以安排在暑假里面的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暑假差不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这个安排遵循两个原则啊呃一个是叫缺啥补杀了那么我们看到边上的这一张丙图相信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啊就是这些你呃申请的时候的一些要素你自己可控的或者是你不可控的啊我们看到呃这个要素里面你现在目前呃首先要做的就是衡量自己还缺啥呃第一个当然最终 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学校里面的成绩你看这个绿色最大的这一部分就是学校的这个学术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接到学生的时候也第一个会问哎你在校的成绩怎么样啊啊啊如果有比较脱后腿的成绩那是要先把它拉起来啊呃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学业上面的因素呃弥补之前学学习上面的漏洞啊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学习上面表现出来呃升到高一点的年级有点学习有点吃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安排暑假里面对于下一个学年的这个课程的预习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长处和短处长处你就强化短处你就弥补啊因为这个暑假其实你说有两个月这过起来也非常快哈一眨眼就一个暑假过完了一个夏天过完了这个也是我们提到的第二点 这个是时间成本啊你在这个有限的两个月里面如何去分配你的时间才能让这一段时间发挥他最大的价值啊这个价值可能是说我对于大学后面的大学申请而言的也有可能是对你的孩子的个人成长而言的我们把目光尽量放的呃长远一点把几个暑假综合起来考虑啊那比方说你现在年纪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在前两年 你可能把基础打好之后那你在未来的这几个呃夏天这几个暑假里面才会有更深入的呃事情或者说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我们看一下不同年级的学生他们暑期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里把啊不同的年级呃给他做了这个取了个名字啊八年级的暑假我们叫基础期啊你你需要在这个暑假里面 很好的衔接到你的高中啊那么你可以去预习你的高中的课程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你英语的这个单词量提升你的阅读能力因为到了高中之后你的呃你阅读的这个任务可能会每一周呃就会重很多啊你需要去呃能够carry到那个那个呃学业的这个压力那么其他的就是参与一些呃课外的志愿者活动也好啊 个人兴趣方面的活动也好啊去进行呃很多不同学科或者领域的探索OK九年级的暑假我们叫做巩固期巩固期的话暑假你可以参加一些入门级别的呃学术类型的这种下校啊完成你自己学校里面的这些作业预习也好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补习也好等等持续去做你的社区里面的志愿者活动然后去参与你的日常的体育啊 或者是才一的这些训练啊因为现在从九年级开始你的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最后算进你呃大学申请的这个材料里面OK然后十年级我们叫做提升期啊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呃自己的兴趣范围给他集如今的集中起来啊发掘你自己的兴趣和未来专业的一个联系能够大致的确定未来的兴趣是在什么领域里面 比如说工程也好啊计算机科学也好啊等等那么确定这个方向其实对于你的summer plan是非常有帮助的OK呃在这个时期的暑假你可以选修一些你兴趣范围内的大学程度的这些课程啊这进一步的探索你喜欢的话题那么当然呃这个时候也可能已经有了呃学生有能力去呃申请或者说参加这些有竞争力的 啊比较slag的下校OK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呃逐渐的培养自己的领导力啊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实习的机会啊或者说是参加一些科研啊竞赛啊开始去访校啊那么呃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这个期间就已经开始准备sat和act的呃这个考试了那么这个考试其实也是可以为下一年的暑期下校申请去做一个准备的 好到了11年级的冲刺期这个也是我们申请以前的最后一个summer了那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冲刺期OK如果你前面的能够按照这一些东西都做完的话那你11年级可以去申请的是那些顶级的学术呃科研下校啊难度非常高啊它的稀缺性也非常的大等等啊 然后呃当然竞赛也是一部分那么工作实习也是一种选择啊完成个人的这个项目啊personal project这是我们非常建议学生去去做的一件事情啊非常能够呃打造出你自己的个人的差异化啊啊方向啊然后是标划成绩的这个冲刺和大学前的呃一些准备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哎编划我还要考吗啊现在不是都已经test optional了吗好我们看一下哈今年三月份啊就在前几个月那么MIT他是呃官宣了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个SAT和ACT的呃申请要求加回来 他他当时这个新闻发言人他也说了关于很多呃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加回来的原因啊因为根据他们自己MIT的这个研究发现就是说呃SAT或者ACT的这个成绩他其实可以更好的预测MIT的学生他录取的这些学生是不是能够在大学里面获得学术上面的成功能不能顺利的完成他的课程去顺利的毕业等等啊尤其是呃数学的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MIT他是一个理工类的学校啊他对于呃STEM的这个基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有这样子的成绩其实他更方便去预测这个学生是不是我应该录取的学生OK但是除了MIT之外我们边上看到的这一张表格里面啊前这里是前三十五吧前三十五的大学呃有有有部分学校呃他是test blind的啊就是加州 加州大学然后还有加州理工大学他不要求呃你提交SAT和ACT的成绩你提交了他也不看啊然后绿色的这一部分呢是test required就是一定要你提交呃这个成绩的啊包括这里还画出来了就是MIT他在二零二三届就已经开始了实行这一个政策OK那么剩下的包括我们呃其他的这些藤校在内的前三十五的大学呃 他并不要求你一定提交这个SAT ACT的分数啊呃呃那那这这个意思是咱们不考了吗啊其实对于前要冲刺这些前三十大学的尤其是我们亚裔的学生来说啊我个人觉得SAT ACT还是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必选的必选的这个要素啊为什么那么说我们来看这两张图嗯这个是呃 冰大和康奈尔上下两张图他们的二零二五级的学生因为二零二六级的他们可能还没有出这个报告没有做这个统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呃冰大他的SAT提交的这个学生他们的分数线你看多高啊一千四百九到一千五百六十分SAT ACT是在三十五到三十六啊就几乎是在满分的这个边缘反复的横跳这个这个分数 分数其实比上一年二零二四级的还要高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冲刺腾销的学生啊不仅提交了而且提交的分数还在越来越高那么可以看一下康奈尔啊康奈尔排名稍微比啊这个冰大稍微低一点啊啊当然他这一年也是test optional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比例啊他说多少这个来最后入读的学生提交了SAT 成绩啊百分之四十点八啊啊然后多少学生提交了ACT 百分之十九点七啊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同学是又提交ACT又提交SAT啊我们就就算他这个提交的SACT成绩的学生都提交了SAT的学生那也就是说至少他还有百分之四十点八来上学的这些学生他是提交了标华的成绩的啊所以大家表面 连上不说暗地里都偷偷在卷啊就是这么一个现状那么包括这个考试方他们也特别在疫情之后啊特别有求生欲我这边截的图是ACT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公布的一些一些文章啊因为SAT ACT标划成绩取消最最被这两个考试最被诟病的就是说被指责他他是教育不公平的一个帮凶是吧啊他促进了这个 教育不公平那么ACT这里就发了文章来反驳他说哎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这个考试反而是促进了教育公平啊让那些呃没有得到非丰富教育资源的学生有一个机会来展现自己啊等等就反正写了好几篇啊这里连发三篇那么当然他还有很多求生欲的这个这个动作啊 包括正在设计的可以修改考试让学生可以部分重考的这些计划等等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暑期我们谈到暑期备考了吗对吧啊要不要考试那肯定是要要考啊那考多少次呢啊我们至少建议是不用考太多次啊一次或者两次都可以这个当然也要根据你呃周围的这个考场的情况来看 如果你这个暑假已经开始备考了那么我们看到这边SAT的呃时间表格上面呃八月份十月份都是你比较好的选择啊你在学习完之后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考试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学生他SAT考试成绩反复不理想最后转到了ACT的考试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我们今年夏天我们也设计了这个呃 这个summer的SAT和ACT的bookcamp啊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我们有一个SAT加ACT的这么一个班级啊你可以去反复测试一下呃通过我们的模考你去看一看自己更适合哪一种考试当然如果你已经确定了这种考试类型的话我们也有单独的这个呃班级可以去报名7月18号到8月4号周一到周四啊我们有我们呃呃 他我们让我们等于英占泛电数十二次打赋大人的老师来教课啊他上课非常的有激情啊 哈哈学生都很喜欢反馈都非常不错啊呃比较容易集中金ud注意力去听他的讲解呃如果是我们现在在听的有需求的家长可以加我们呃扫一下这个微信号码找我们的lindsay老师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bookcamp的详情好那么刚刚讲到的是关于SAT的这些安排啊那么其他的课外活动还有 哪些是可以选的 我这边列出的是 在common app里面 他准备的 所有的一些活动的列表 那么除了下校之外 因为下校其实 说实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必选项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安排的话 我觉得还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是可以去做的 我这边只挑选了几个 我觉得夏天 你从现在开始准备 也还来得及的 课外活动的类型 包括一个艺术类的 你有才艺的话 或者是你决定要去申请 一个艺术类的专业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准备你的艺术作品集 然后职业准备类的 你可以去申请一些 part time的工作 或者学校里面 就有一些工作等等 那么社区志愿者服务的 这些类型的事情 也是暑假里面可以去做的 有的学生家庭有business 家庭有生意的 比如说派餐厅的 这个family responsibility 也是一种可以填到 课外活动里面的一个类型 那research 就像我刚刚讲的 建议11年级的学生 10年级的学生 可以开始着手 在这个暑假里面 准备自己的personal project 那么在11年级的时候 正好可以完成 这么样这样的一个project 这个也是比较花费时间的 尤其是像你如果参与 想要参与一些science fair 比方说 Igm 这个国际遗传 遗传机器大赛 他们这些stem类的比赛 都要求你自己要准备好 你自己的project 你有的东西 有个内容去参赛 所以暑假里面 你要么就赶紧去组队 找小伙伴 他们就是自己赶紧开始 定方向 想一想 自己想要研究的 做的课题是哪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中间 尤其是像一些实验类的 它是需要时间去做test 对 OK 然后最后一个是工作嘛 这个其实跟我刚刚说的 职业准备类也有点像 去申请一些part time的 这个工作去做 OK 然后最后 给大家提醒一点的是 目前 马上要开始申请 大学的这一批学生 11年级的学生 那在这个暑假 也要马上开始你的大学申请 就包括一点就是 访问大学 那不管你是online的形式也好 还是in person的形式也好 你至少要去了解 你想要申请的这个大学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它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对吧 访问大学 OK 第二点 树立你的简历 你现在目前有哪些活动啊 是吧 我们其他的 这个顾问老师经常说的一个连点呈现 你的这几个点有没有连呈现 你的简历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covalu是什么 你的你的你的整个精神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你的个人特点是什么样子的 树立简历 OK 那么到暑假的后期 啊申请也要也快要开始的时候啊 你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进行你的文书的头脑风暴了 包括很多学校里面的呃 这个counselor也会要求学生啊 尽早的开始做文书的这个出稿啊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参考你的文书出稿来给你写推荐信 OK啊 总体来说反正就是查漏补缺 你现在还缺什么 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去补它 然后把这个这个补丁打上去 啊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也非常感谢瑞秋老师今天非常详尽的分析 如果这个接下来家长还有其他的关于这个大学申请和高中规划的问题 呃 想要来咨询也欢迎您来联系我 那可以扫描呃 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这一个 或者是致电呃 email过来咨询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瑞秋老师